Hello,上一期应该是上上期关于生活开销方面的那个视频 拍完之后你是不是特别怀疑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一个月才花400欧的生活费 今天我就来给你证明一下 正好昨天我准备晚餐的时候 打开冰箱一看发现没有什么菜了 鸡蛋也一个都没有了 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去了一趟超市 然后花了不到50欧的价格买到了这些东西 看我买了这些苹果呀 馅啊,梨子啊,桃子啊 还有各种蔬菜,还有肉,还有鸡蛋,牛奶,酸奶这些都买了 就是想着尽可能的保证我们的营养均衡 因为我们平时的话就是可能早上睡得懒觉啊 早餐就不吃了,或者说不是特别饿 我就随便吃一点水果呀就过去了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有大追求的 看能不能通过这一次把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些坏毛病给纠正过来呢 从今天7月5号到下一次我们去超市购物 我们的生活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怎么样,这一餐颜值还不错吧 水果,蔬菜,肉都有了,营养也很丰富 怪这个胡大夫要上班还睡懒觉 强推土豆炖牛肉,真的好吃又简单 剩菜呀 没有主食吗 好吧,不过这也太简单了吧 葱,起司,再来一个鸡蛋 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再来一杯咖啡 再加一个小水果 我就问你,棒不棒 而且这个超简单 放点油小火煎一下就可以了 没关掉 最后就变成了这个玩法 就是这个玩法 感觉,怎么变成了? 哈哈哈哈